各位同学好 那我们最后一个气体的定律 就是亚佛佳绝 亚佛佳绝 原本一开始是假说 后来呢 经过大量的实验证实 他说的应该是对的 那他说什么呢 他是说啊 同温同压之下呢 体积会跟数量成正比 对这个如果是同一种气体而言 那当然是这样嘛 同一种气体而言就是 如果今天有一体积的氧气 一公升的氧气 那在同温同压的底下呢 我气体两公升的氧气 那就会比一公升的氧气 应该他里面的数量会多两倍了 对不对 这如果是对同一种气体而言 就非常的理所当然 可是亚佛佳节他主要是说 这个同温同压同体积 会有相同的木耳数 这件事情呢 不限于同一种气体 不限于气体的种类 意思就是说我今天是 只要是温度压力都固定 都一样 温度压力是相同的情况下 一公升的氢气和一公升的氧气 会有一样的粒子数 或一公升的氮气 或一公升的氦气 会有一样的粒子数 只要是相同的压力 相同的温度底下 不限于气体种类 都会有相同的粒子数 这就是亚佛佳节的假说 那他大概是从一些化学反应去猜测的 例如说如果是氢气加氧气 那就会变成氢气加氯气好了 氢气加氯气 就会变成氯化氢 那在体积的实验中呢 在体积的实验中呢 是一份的氢加一份的氯 会变成两份的氯化氢 就一公升的氢加一公升的氯 会变成两公升的氯化氢 那如果说他是这个粒子之间的积木的组合 那应该就会是一半一半 对不对 就是一半一半 那亚佛佳节就想说那可能是 他的个数 他的气体组成的个数 也会跟他的体积成比例 不过像这样子画的话 就应该不会有半颗 不会有半颗的原子 所以氢气应该就要是两颗氢原子为一组 两颗氢原子连在一起 氯气也应该是 对 这样的话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那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就是如果是氢气加氧气变成水 变成水生气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气体 这些都是体积 用体积来测量 去实验 那实验也发现 两份的氢气 加一份的氧气 会出现两体积的水 这是同温同压情况下 那感觉上好像就是这个氧 它要分给两体积的水 这样 那在亚弗加绝的想法中 如果要最简单化 那应该就是氢的 氢的粒子数就跟他的 跟他的体积是成正比 然后氧的粒子数跟他的体积成正比 那水的粒子数 这样子看起来氧就要被切一半 但是没有一半的原子 所以我们就又要修改 把它修改成 把氧乘上两倍 这样子 那结果就会变成这样子 可是呢 如果从上面的氯化氢的反应中 必须要把氢看成是双原子的粒子 那这里的氢 底下这里的氢也应该要换成双原子的粒子 所以最后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最后水的 他的一颗水应该是长这样 这样子 简单来说就是 表佛家觉他从很多的实验 他想要去找出一个最简单的表示方式 那结果他发现 如果假设 用这个假说去解释的话 很多事情会变得很简单 不会很复杂 所以后来就还真的被他猜到 就是说 同温同压同体积底下 那个不同的气体 真的有相同的粒子数 同温同压同体积 不限于气体种类 同温同压同体积的不同气体 其实应该是要理想气体 那就是我们写 同温同压同体积 有相同粒子数就好了 那记得 这不限于气体的种类 但这些气体要足够的稀薄 才会像理想气体 就是说他们的 他们本身粒子的体积 跟他们之间的距离 比起来是可以忽略 就是像这个距离如果叫小L 然后这个距离叫大L 那小L要远小于大L 这样就是理想气体 那这就是亚佛加绝 假说后来变成定律 所以综合1234 波伊尔 给理萨克 查尔斯以及亚佛加绝 最后就可以写成PV.NRT 理想气体 状态方程式